您老不是立了军功 今非昔比了吗 咱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月月 今天呢 咱们不谈儿女私情 我是有个正事想要问你 你知不知道 李不归她 最伤心的是什么事啊 知道 一个问题 一百两银子 大 大姐啊 我跟你非亲非故的 拿钱办事 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 雨霞 把钱拿给我 我哪有钱呀 敢请我自掏腰包是吧 行行行 来 功德香的钱随便拿 谢怜 你真不要脸 这城隍老爷的钱你也敢动 谢怜 我怎么摸不到你了 你胡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摸不到我呢 妈 你怎么变成这样的 你看这事闹的你怎么突然给我暴露了 你不是上战场立军宫去了吗 怎么就变成这城隍老爷了 因为我死在战场上了 而且早就与你阴阳两个 你之所以能看到 是因为你有阴阳眼 那他呢 他为什么也能看见你 他也是阴阳眼 哪有那么多阴阳眼 你胡说 除非 除非你也是林官 我 李不归没和王永唐 你们两个是来抓李不归的 你们一直都在骗我 我要去告诉李不归 什么叫李不归 血连你个王八蛋 你给我松开 血连你个王八蛋 你快给我松开 小月 别激动 你听我说 我知道 你还恨我 可是当初 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 要怪 只能怪我自己 没有能力去照顾 我只是一介草民 后来上了战场 之后 也只能选择避而不见 如你所见 我现在变成了林官 而你在青川 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两斤 我与你走得越近 只会给你带来灾火 所以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一个 能看得见 摸得找的人 去和他共度一生 其实 我之所以这么努力的工作 也都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和你再在一起 空虚千人 一怀一阵 若你在几时两斤 一瞬就注定了永恒 有你的温暖 对不起了 事发突然 多有标策 你 你要干什么 挥手的良人 落花一生恨 你 不见你 求恨 喂 你们这是干什么 还有一切 他 谢蓝 谢蓝 是我们 这丫头太容易哭了 我还没跟她说几句 她眼泪就掉下来了 看来她是真心喜欢你的 你对她也别太狠心了 女侠 你也所不知 我们俩现在就像葫芦藤上接南瓜 没可能了 还不如让她趁早死了心 好让她开始新的生活 真没想到 这汤没让李不归合成 倒先给沈卓月熬上了 女侠 你控制好量 就让她忘记今天的事就行了 这要怎么控制啊 你们凌云来的肯定有办法 你们我也不 啊 啊 他 他们是来杀你的 快跑 那你怎么办 他们看不见我的 没事 快走了 少女孩在里面 快去给她松吧 快帮我解开 快 快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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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取消我 救命 救命 善命 你想想拥命 وف sus 呼善 善命 善命 慢点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我就是来看看你 滚 好嘞 沈姑娘 今天真对不起啊 连累到你了 别这么说 你今天救了我 是我应该谢谢你 你的伤怎么样了 没事了 为什么我能摸得到你啊 所以你真的不是灵官 我 为什么我能摸得到你啊 所以你真的不是灵官 我 对不起了 沈姑娘 我身上还有任务 暂时不能跟你说实话 我当然不是灵官了 我呢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 只是因为我的表兄去世之后 被封为城隍 我呢 跟他沾了点光 见过几次灵官的 我 但是他们都好像挺神秘的 也不怎么爱搭理我 那你接近我们 是不是那些灵官指使的 你为何这样为啊 你们跟灵官有什么过节吗 没有 是李不归 他不喜欢灵院的人 他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 没什么秘密 只要你不是灵官就好 怎么样 没事 你 跟我出来 啊 一点武功都不会 就不要逞强救人了 他们是谁啊 为什么要追杀我 是姬伯峰 他盯上你了 这怎么还因我上身呢 广平府你已经待不下去了 赶紧出城 我不能走 我还有事没办完呢 事情重要还是命重要 事情重要 当然 我的小命 也有点重要 城中还有其他情形吗 有的 我大哥就在城里 去偷奔他 好嘞 大哥 我来偷奔你了 请问可以住进你家吗 我 你不会要反悔吧 刚结拜过的 你 好吧 你不同意也行 我可以继续待在这个破庙里的 你看 在这儿随便找个角落一趟 也是能睡一睡的 起来吧 这么睡成何体统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应该去找一床被子 我看门口有块破步 虽然四面漏风 但是呢 可以勉强一干 而且 睡在这儿也没什么不好 虽然有点冷 又有点潮 还有点肺帘 蜜蜂 小虫子什么的 不过大哥你放心 我自己一个人 已经习惯了 还有啊 那个什么鸡伯 方万一要是再杀回来的 那又怎么样 人嘛 固有意思 但是 为了大哥而死 我锁得心甘情愿 起来吧 看在你救了姨姥姥的份上 你可以住进林小门 谢谢大哥 能住进他家里 拿眼泪就更容易了 但事先说好 如果你再有什么唐突之躯 我依然可以把你赶出去 请问 什么是唐突之躯啊 等你唐突的时候 我自然会告诉你 好的 多谢大哥 大哥真好 大哥真好 明天见 你 女侠 还是你厉害啊 这一旦住进了李不归家里 那我们以后下手的机会 可就多多了 这个 是我给你准备的催泪神器 这里面有洋葱 艾叶胡椒 有他们协助你 定能逢凶化吉 齐开得胜 那有了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获得眼泪 尽快做成网友汤啦 嗯 嗯 哎 女侠 为何叹气啊 今天多亏了李不归 他一直在救我 我却一直在撒谎骗他 女侠不必自责 你这也是迫不得已嘛 整个凌渊还等着你去救呢 更何况 你也没有要取他性命不上 这李不归身上呀 背负着两世仇恨 你给他补上一碗忘油汤 也算是帮他解脱了 说不定 他以后还能过得更快乐呢 这话虽如此 可是 如果把这一切都忘了 他真的会感到更快乐吗 这 这 我说你怎么让那个来历不明的小丫头住进来 原来是想利用他调出姬伯峰 他知道了姬伯峰的秘密 姬伯峰一定会杀他灭口的 不过好在 他喝了我的轻浮血猪 我可以随时掌握他的动向 这样就可以守株带兔 引出姬伯峰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这个女人接近我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人家接近你没什么特殊目的 或者说 是喜欢你呢 喜欢 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 但是你看 他千方百计地靠近你 即使知道你是杀人魔头也要跟你结拜 看见你受伤了就给你吸毒血 还非得要住在你身边 反正我喜欢一个人就这样 要不然也没什么理由 让他对你这么伤心了吧 是不是他今天救了你 把你嘴也收埋了 行行行 你说的都对 我去给他收拾东西去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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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你准备的房间 这些金银珠宝跟布博 你可以随意使用 要是不够就去银库里取 还有 府邸里的下人 你也可以去世 神姑娘 没想到你如此细心 准备的这么周全啊 这些啊 这些都是李不归给你准备的 啊 那个大摩 我 大哥 以后你就放心住在这儿 李不归就在你隔壁 有什么危险随时喊 他随叫随到 哦 随叫随到啊 多谢大哥 大哥真好 这里就是林萧门的政厅了 平时我们会在这里处理一些工作 还有一些杂事 啊 这是 十大灵官图 原来他一直在提防灵官 幸亏这上面没有我 也不知道他当年喝汤的时候 有没有见过我 这些装置都是用来防范灵官的 任何灵官只要一踏进这间屋子 就一定插之难逃 灵官啊 你为什么要防范灵官啊 你见过灵官吗 不该问的 不要问 现在对你威胁最大的只有吉伯峰 而你现在安全了 有大哥在我就安心了 不过呢 我已经想好了 我不会在这儿白吃白住的 今后你有什么需求 尽管招呼 开心的时候 我就陪你开心 难过的时候 我就陪你落泪 总之 我就是大哥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 哪里搬 大哥 意下如何呀 我不需要的 他需要的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好吧 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呛啊 这可是我特意准备的麻辣催泪火锅 据说练武的人吃完之后 对身体特别好 是吗 味道不错啊 味道不错啊 对吧 小栓子 要不要过来吃点 对啊 大哥 你过来吃块肉吧 不必了 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这可是我精心做的 那不管它了 咱们吃 看来 这火锅催泪的计划 算是失败了 那个 小栓子是什么呀 那是他的乳名 小的时候啊 他娘总担心养不活的 所以给他取名叫小栓子 想把他的命给拴住 哦 小栓子 山哥 需要洋葱药药芋吗 你怎么进来的 出去 如果山哥不喜欢洋葱的话 我还准备了其他的药材 为您做一个十全大补药芋 我好的很不需要补 你需要的 需要的 我好的很不需要补 你需要的 需要的 你要是再擦的话 我就把你拉进来跟我一起洗 补洒了 补洒了 出去 得嘞 双哥 你又搞什么名堂 江江 艾草 听说你晚上睡觉不好 多寻寻艾草 非常有助于你的睡眠 要不 试试 怎么样啊 有没有觉得眼睛胀胀的 磕 哦 我都快心死了 你怎么还没事啊 为了防止敌人暗算 我训练过眼睛 啊 呃 双哥 我突然有点困了 先回去睡了 你熏了我这么久 最近蚊虫众多 就罚你留下来当蚊香吧 站好了 不许动 嗯 ijdou 坤 stru kids 葩 老闹 大医者 难道因为我而流浪 又在胡说什么 他真的把我头发带在身上了 难道他说的是实话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人家接近你没什么特殊目的 或者说是喜欢你呢 你上次交代我的事已经办好了 最近应该太平一些了 嗯 最近辛苦了 顺哥 你怎么起那么早 我还没帮你做早餐呢 你都折腾我一宿了 有完没完啊 你们这发展得挺快啊 不是沈姑娘 那个 你们继续 我待会儿再来找你 不是沈姑娘 我先看我书 你先回去吧 哦 顺哥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书呀 跟你没关系 之前大姐跟我一起听姥姥说书 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小栓子那么喜欢看书了 说不定会被书中的人物打动呢 沈哥 我听说广平府的茶馆特别热闹 我出来乍到想去瞧瞧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啊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啊 真的没空 那我就只能自己去了 说不定姬伯峰正在暗处等着我 等我一落单 他就会嗖地下冲出来 然后咔一刀帮我毙命 到时候 只能等你有空 过来帮我收尸了 那你需要多久啊 很快 二位 慢用 好 谢谢啊 倒是 也不用点那么多吧 我不想你再找借口来第二次了 赶紧吃 吃完走 好 好吧 还要吃的 嗯 还要吃的 嗯 事情 哦 你你打得过吗 我 你刚从藏了 我跟你说啊 这里的说书的可是全广平府说的最好 你要仔细听啊 嗯 感谢各位赏光 感谢各位赏光 今天啊 咱们就讲一讲 林霄门门主 李不归的故事 说你的事 话说 这 李不归 是魔神转世 出生当天 光平府上空 血云满天 犹如末世降临哪 国不其然 在其诞下的第三天 就磕死了父母 双亲 哪 人家都是养儿享福 而他的父母 却是养儿送命 哪 更可怕的是 在其成年之后 其全族上下 三十六口 统统死在了他的屠刀之下 从此 便在其心中 深深地埋下了杀戮的种子 坐下 尝到了杀人乐趣的李不归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啊 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 只要他看得不顺眼 拔刀就看出剑击杀 广平府 从此血流成河 堆尸成善哪 老百姓 人心惶惶 似是活在 噩梦之中 我要是这李不归 我早就自杀谢罪了 此人 毁意为心 豺狼成性 必遭人神共奉 天地之不容 必是人人 见而诛之 你们不要胡说 那三十六口人的性命 都是别人害的 和李不归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他的家人都已经死了 已经够可怜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编排他 小姑娘 你懂什么呀 这李不归凶神恶煞 嗜血成性 在广平府早已是家喻户晓了 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不要胡说 还真是乡里人进了皇城头一回啊 这李不归竟然还有人维护他 姑娘 莫非你是他的相好 总之 我认识的李不归 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你认识他 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 那你可要小心点了 小心下一个死全家的就是你 还是说 你跟李不归 有过雨水之欢 林华良心刺葡萄 你们 李不归你干嘛 你是李不归 好啊 说得真好 既然你们说我残暴 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残暴 不好 李不归要杀人啊 李不归要杀人啊 不是 你们 你还吃吗 我 你刚刚为什么要维护我 他们说的不对 我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 别以为认识几天 就了解我 我确实知道你很多事情 可能 比你想的还要多 我原本以为呢 我小时候已经够惨了 没想到跟你那么一别 小时候 我一出生就爱哭 可不知道为什么 一哭身边的建筑就会倒塌 所以我的爹娘 从来都不让我哭 让我憋着 如果 我能变得像你一样冷漠 那就好 其实 你能哭代表 你还有在意的人 你就没有在意的人吗 一个都没有 我已经没有在意的感觉了 那你难过的时候 肢力会不会痛呀 肢力痛的时候 会不会想要流泪呢 我不会心痛 更不会流泪 哦 哇 有天灯啊 快点 哇 啊 你不归 要不要洗个冤 我从来不把希望 寄托在这样的东西上 相不相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你看到天灯升起来的那一刻 那种满怀希望的心情 你感受到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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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受到过吗 看我干吗 我感受到两点 我感受到凌晨 还能上 打凌晨 月朦胧 还朦胧 未愿还你关于一生 一生生 一生生 愿你仍愿相责 怎么样 有没有感受到新的希望 就好像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呢 没有 怎么会 就是这 有个东西 暖暖的 升起来了 感受到了吗 没有 李国贵生世这么可怜 难怪他不好 你仍愿相责 如果对他好一点 让他感受到温暖 他会不会就掉眼泪了呢 嗯 那就先从对他好开始 在房梁上睡觉对腰不好哦 他怎么上来的 要不要下来睡啊 下面的床很舒服啊 嗯 无聊 我在床上给你藏了宝贝 你要不要去找找 真麻烦 安神想睡汤 喝完呼呼到天溜 嗯 嗯 山哥 山哥 你终于醒了 现在什么时辰啊 五十了 五十 我怎么能睡到现在啊 你拿葫芦里 是不是放了什么蒙汉药啊 那可是我特意为你要熬制的 里面放了数十种柱棉草药呢 嗯 三个 你找什么呢 我衣服呢 嗯 外面呢 你干嘛突然洗我衣服啊 哎 我们是兄妹嘛 帮你做点事情是应该的呀 你干嘛又皱眉头 本来呢是想让你开心的 你若是不喜欢的话 我以后不碰你的东西就是了 那你也不能把我所有衣服都洗了 我穿什么呀 我去把干了的衣服给你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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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没事那你快去吧 我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有点 我说这个意思呀 我自己都能拿过来 一尘情深 指引我向你狂奔 有你的温存 绝令寒地也万无休 爱了真 灭了梦 是我们 爱了真 生哥 你没事吧 你快起来把衣服穿上 生哥 给你整备了个礼物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呢 给你买了件新衣服 喜欢吗 这颜色不适合我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你老是穿那些黑白灰 跟挂在墙上的画似的 多不吉利 一定要换点颜色 生活才能多姿多彩嘛 而且你那些衣服都湿着呢 赶紧试试 那 那好吧 真不错呀 穿成这样多好看 我早说了 这颜色不适合我 哪里不适合 好了 生哥 我去买菜了 今晚给你炖汤喝 喝汤的话是愿意放姜还是不愿意放姜 你不是去买菜了吗 没有 我就想问问大哥喝汤的话是愿意放姜还是不愿意放姜 你不是去买菜了吗 好嘞 小弟去去就来 大哥今天真帅 我 我这几样一支不卖 只卖两支 为什么 这不是纪月节就要到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看看这街道上 所有的摊贩所售卖的物品 那可都是成双成对的出售啊 纪月节 老板 这纪月节 大家都干嘛呀 小姑娘 你不是本地人吧 这纪月节呀 就是情侣们穿同样的衣服 一起击拜月 祈求月老的户友 能够终成眷属 白头偕老 然后呢 再一起逛过大集 吃吃相思果什么的 小姑娘 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 这怎么 怎么没有人邀请你一块过节呀 我 人生地不熟的 这样 小姑娘 既然没有人邀请你一块过节的话 你看 我也还未去 要不然 不用不用 我就是买只鸡 两只 两只 好好好 我给你拿两只鸡 哎呀 真不知道 他会邀请谁去纪月节 你手帮上写名字了吗 写住址了吗 你再帮我检查检查 我看看 张山来了 哎 来了 张山来了 张山 张山 江山 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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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是谁啊,这么大气派了。 有来神有去神,他们来这儿做什么? 我会,是来抓李木龟的吧? 老大说的没错,果然换上林冠的衣服,他就会跟来。 你们,是杰波风的人? 是又怎么样?你既然得罪了他,就别怪我们了。 李不归! 李不归,你怎么过来了?你不是还生着病呢吗? 你为什么要跟着陌生人走啊? 我认错人了,我以为他们是灵官,要来找你的麻烦。 你是想保护我? 我知道,这听起来挺可笑的。 确实挺可笑的。 顺哥,你是怎么知道我遇到危险的? 我碰巧路过而已。 不对啊,都好几次了。 好像我每次遇到危险,也都能立刻找到我。 那是因为你太笨了,总是往坏人窝里钻。 手里拿的什么? 这个呀,是因缘机。 准备拿回家,给你炖汤喝的。 好,那赶紧走吧。 你看看他吗? 拿远一点。 你是说,李不归又把他给救回去了? 是。 那,你还回来做什么? 不,需要我出手吗? 不用。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灵官吗? 我就不信了,李不归会永远待在他身边。 既然如此,不如利用他让李不归快些喝下望若康。 也好解决你在青春龙大麻烦。 你千年了,我忍得时间,够久了。 在房梁上睡觉,对腰不好。 好。 他怎么上来的? 要不要下来睡啊? 下面的床很舒服啊。 无聊。 我在床上给你藏了宝贝。 你要不要去找找? 真麻烦。 。 安神想睡汤。 喝完呼呼到天溜。 ? 。 你忍着洗淡? 成熊。 ? 你在做什么? 你终于洗了。 你现在什么时辰? 五十了。 五十 我怎么能睡到现在啊 你那葫芦里 是不是放了什么蒙汗药啊 那可是我特意为你要知道 里面放了数十种柱棉草药呢 轩哥 你找什么呢 我衣服呢 外面呢 你干嘛突然洗我衣服啊 我们是兄妹嘛 帮你做点事情是应该的呀 你干嘛又皱眉头 你干嘛又皱眉头 本来呢是想让你开心的 你若是不喜欢的话 我以后不碰你的东西就是了 那你也不能把我所有衣服都洗了 我穿什么呀 也是啊 那你等着 我去把干了的衣服给你拿过来 好 vs 山哥 过来帮我一下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事那你快去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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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遥远星辰 等待着一位古人 好 心间一寸一分一尘情深 指引我像一框枕 啊 有你的温存 绝岭寒地也万无休 爱了真 绵了梦 是我们 爱了真 绵了梦 山哥 你没事吧 你快起来把衣服穿上 啊 山哥 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呢 给你买了件新衣服 喜欢吗 嗯 这颜色不适合我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你老是穿那些黑白灰 跟挂子墙的画似的 多不吉利啊 一定要换点颜色 生活才能多姿多彩嘛 而且你那些衣服都湿着呢 赶紧试试 那 那好吧 哎呀 真不错呀 穿成这样多好看 我早说了 这颜色不适合我 哪里不适合 好嘞 山哥 我去买菜了 今晚给你炖汤喝 你不是去买菜了吗 没有 我就想问问大哥 喝汤的话 是愿意放家 还是不愿意放家 我都可以 好嘞 小弟气气就来 大哥今天真帅 我 因缘鸡 真好吃 因缘鸡鸳鸯鸡 小青女们都来看一看啊 因缘鸡 哈哈哈 老板 给我来支鸡 哎 姑娘 我这鸡啊 一支不卖 只卖两支 为什么啊 这不是鸡月节就要到了吗 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看看这街道上 所有的摊贩所售卖的物品 那可都是成双成对的出售啊 哎呀 鸡月节 啊 老板 这鸡月节 大家都干嘛呀 啊 小姑娘 你 不是本地人吧 啊 这季月节呀 就是情侣们穿同样的衣服 一起击败月 祈求月老的户友 能够终成俊属 白头偕老 然后呢 再一起逛过大集 吃吃相思果什么的 嘿 小姑娘 我看你整得这么漂亮 这怎么 怎么没有人邀请你一块过节呀 啊 嗯 我 人生地不熟的 啊 这样 哎 小姑娘 既然 没有人邀请你一块过节的话 你看 我也还未去 要不然 嗯 不用不用 我就是买只鸡 两只 两只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我给你拿两只鸡 哎呀 哎呀 这鸡脑这么小穿 我离奇不太好看 真不知道 他会邀请谁去击月节 你手帕上写名字了吗 写住址了吗 你再帮我检查检查 我看看 张生来了 哎 来呀 张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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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呀 这么大气旗 啊 有来神有去神 他们来这做什么 orieус 是来抓李木龟的吧 老大说的没错 果然换上林冠的衣服 他就会跟来 你们 是杰波风的人 是又怎么样 你既然得罪了他 就别怪我们了 李不归 李不归 你怎么过来了 你不是还生着病呢吗 你为什么要跟着陌生人走啊 我认错人了 我以为他们是灵官 要来找你的麻烦 你是想保护我 我知道 这听起来挺可笑的 确实挺可笑的 顺哥 你是怎么知道我遇到危险的 我碰巧路过而已 不对啊 都好几次了 好像我每次遇到危险 也都能立刻找到我 但是因为你太笨了 总是往坏人窝里钻 手里拿的什么 这个呀 是因缘机 准备拿回家 给你炖汤喝的 好 那赶紧走吧 好 你看看他吗 拿远一点 你是说 李不归又 把他给救回去了 是 那 你还回来做什么 不 需要我出手吗 不用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灵官吗 我就不信了 李不归会永远待在他身边 既然如此 不如利用他让李不归 快些喝下望若康 也好解决你在青春龙大麻烦 一千年了 我忍的时间 够久了 这是我特意为你要的鸡汤 快来尝尝 来 我不想喝 你不吃饭 病可是好不了的 而且呢 你的病是因为我 你若是真好不了的话 我可是会非常自责的 来 怎么样 是不是别人喂的 要比自己喝的美味很多 我跟你说啊 我可不像你 一直都有沈姑娘陪着 我很早呢 就孤身一人了 没人讨厌 没人爱的 有时候生病了 就得自己熬药 自己喝 但是 有时候因为药太苦 喝不下去的话 我就想了一个法子 就是自己 假装自己的娘亲 为自己喝药 就像这样 呦呦 我知道这个药很苦 但是喝了药 你的病就好了 为娘就不用担心了 你就当为为娘喝一口 好不好 然后我就会熬一下 把药全部喝光 你是不是觉得我脑袋有问题啊 双哥 再来喝一口 其实呢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骗骗自己 就过去了 对了 你不是想知道 我是怎么找到你的吗 嗯 我给你看样东西 这个呢 叫轻浮血猪 是由子母轻浮的血 浓缩而成 我体内的是母血 而你吃下去的是子血 所以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就可以感知到你的位置 轻浮血猪 你什么时候 让我吃下去的啊 这个呢 你就不用知道了 你只要记得 当你有危险的时候 我会过去救你 就够了 无论什么时候遇到危险 你都会出现的吗 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玉林山庄少庄主 张身求见 玉林山庄 我去见他 不是找你 是找他 找我 找我 照他 玉林山庄张身 拜见李门主 孟姑娘 原来是他 少庄主突然到访 所为何事啊 实不相瞒 张身确有一事 还想请李门主做主 都说长兄如父 我对贵府的孟姑娘 一见倾心 所以斗胆 来向李门主求亲 求亲 正是 小葫芦 你认识他吗 来人呢 送客 等一下 孟姑娘 柯父请你先看完这幅画 才敢照身离开 这是 你怎么会有这幅画 姑娘可曾反反复复 都做过同一个梦啊 二十三年了 我总是在梦里 梦到一个哭泣的女子 所以昨日 一看到姑娘 我就像中了雷电一般 孟姑娘 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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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世的缘分吗 不相信 你可以走了 李门主 孟姑娘还没答复呢 小葫芦 你怎么了 我不知道 但她好像我的一个故人 她今天身体抱恙 恕不奉惠 李门主 我们玉陵山庄 怎么说也是名门大门 您若是有哪里不满意 大可以直言不讳 又何必拒人于千里呢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你可以走了 送客 既然如此 那在下就先告辞了 孟姑娘 你若是改变主意了 随时可以来 以春茶楼寻我 不论何时 张身 都恭候姑娘 他真的是桃然吗 怎么会那么巧呢 不行 好不容易来一趟青船 我一定要问清楚 可是我去了 我说什么呀 他都已经说是做梦了 应该早就把我忘了 而且 我是灵官的事 也不能和他说呀 可是 万一他还记得我呢 在想什么 人家都已经喝了网友汤 肯定早就把我忘记了 但是他又是 怎么找到我的呀 算了 明天 先见一面再说吧 我 去哪儿啊 大哥 我想去见一下昨天那位张公子 去吧 谢谢大哥 鸡伯峰就在外面等着杀你了 只要你一露头 就会有千军万马磨刀火火 我们 不是有那个子母亲父的小血猪吗 我有难的话 你会来救我的吗 那可是要看我的心情了 那我就让那位张公子来救我好了 我看他的武功也是蛮厉害的 嗯 你了解他吗 如果你今天出去 遇到任何危险 我都不会救你 不救就不救 记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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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是怕你的张公子武功太弱 保护不了你 你笑什么 我笑你放狠话说不保护我了 但是你还是不忍心对不对 我认的这个好大哥 认个真直 好大哥 山哥 那我先上去 那我跟你一起 不用 有些事情 我必须自己亲自弄清楚才行 好 我在这儿等你 真不用 我看这天色也不太好 应该马上就要下雨了 你先回去吧 孟姑娘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 快请坐 好 张公子 你之前说的什么前世的情缘 是什么意思啊 本来 我也不相信什么前世今生 只因前些日子 总是做梦梦见姑娘 不堪其扰 于是便于高人处 寻到了一把九元镜 说是能在镜子中 看到前世最在乎的人 如今在哪儿 然后便在镜子里 看到了姑娘 恰逢那日在街上遇到 所以便斗胆去灵霄门 替了亲 难道他真的是陶然 我等了他这么久 现在真的又能在一起了吗 可是我现在 孟姑娘 姑娘若是不相信 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这曾经的事情 都已经过去了 真真假假 谁又说得清呢 在下想要的 是和姑娘今生的缘分 今生的缘分 可能有点麻烦 啊 张公子 你这辈子 过得幸福吗 我过得幸不幸福 那还是要看姑娘啊 感谢张公子的谈案 梦游 这辈子与公子无缘 桃若来是 残红收度雨 缺暗上心流 令人伤心的事 孟姑娘 还请口下留情 她好让也对我说过 一模一样的话 后日便是鸡月节了 这是我特意为孟姑娘 准备的 听说 两个人只要一起吃下相思果 便能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不知姑娘可愿意 穿上这季月服 同我一起去吃下果子 我 糟了 这雨怎么越下越大 李不贵 会不会还在下面等我啊 这雨下这么大 李门主应该已经回去了 孟姑娘 你要不在这避避雨再回吧 不会的 她 应该还在等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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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姑娘 那年那天 那场桃花树梦 已许我一生相续 无事人非 是世代许 总是有千种风情 孟姑娘 这雨虽然停了 但空气中还是漫步着水汽 姑娘若是要走的话 我可以送姑娘 不必了 不必了 我送她就可以了 是 孟姑娘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还看 回家 你还看 你这伞哪儿来的 我抢的 你抢了别人怎么办啊 你是不是又去欺负别人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我逗你的 我从家里拿的 哦 这天已经放晴了 雨伞可以收了 啊 那个 刚下过雨以后 太阳光比较 毒 我们还是打着吧 啊 什么 还有证明说吗 嗯 对啊 嗯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祭乐福呀 祭乐福 你要跟他一起参加祭乐节啊 没有没有 你那么激动干嘛 我怎么可能激动呢 不可能 没有啊 我明明看到了 幻觉 幻觉 那你再给我看一下 怎么可能给你看 怎么不可能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陪你去祭乐节 对啊 以前不都是你陪我去的吗 那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 我连个肉身都没有 你还是找别人去吧 那如果你要是有肉身 还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啊 哪能有那么好的事啊 我就是问如果 问如果你就问如果呗 我又不是如果 你 哎呀 我劝你啊 还是别白费心思了 你还是找个靠谱的郎君 早点成亲生子 等到时候生个大胖小子 再来我们城隍庙祈福 我给你算个好名字啊 不用算 生个儿子 我就取名叫谢连 也行 那你得先找一个 信谢的相公啊 信谢的 你别跟我后悔 我是乱有的 чтобы被他接下来 这都是 conna 分明就是不够喜欢的 等季月节到楼上了 我非得要拉一个青年才军 去城隍庙 让你好好瞧瞧 我沈卓月老 才不是没人喜欢 来看一看 姑娘 姑娘 买个泥儿吧 我这有月老 可以求姻缘 特别灵 瞧瞧吧 老板 你这儿有城隍吗 城隍 还真没有 那能捏一个吗 可是 城隍老爷长啥样 我也没见过 这简单 我跟你说 你来捏 好嘞 信心 我得不到你们的人 我还得不到 你的泥儿吧 沈姑娘 张公子 瞧你这双眉紧促的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不知在下 是否能帮上忙 张公子 听说你们与林山庄 什么都有 是真的吗 这是您拖在下 寻找的显身兽 只吃桃花花瓣 饮尘时露水 所以喂养的时候 可千万要注意了 喂养六个时辰之后 方可让林官现行 如此太好了 多谢少庄主 孟姑娘 张公子 孟姑娘 有什么话 但讲无妨 你怎么带了 那么多东西啊 这些都是聘礼 我们玉丁山庄 一向最注重礼节 既要提亲的话 那三书六礼 自是不可缺少的 你之前 说的那个什么 九元镜 能否借我看一下 勉强的话就算了 我就随口一提 不是 姑娘若是感兴趣的话 我今晚别拆人聚取 明日祭月节 我拿给姑娘 想要摆地摊的话 出门又转 你想要镜子 我拆人去买 想要多少有多少 那又不是普通的镜子 哦 难不成是因为张公子送的 才有特殊的意义 伤 二位先了 在下 就先告辞了 孟姑娘 明日有时 我在宜兰码头东等你 行 我送你了 我送你了 轩哥 这是什么呀 季月节穿的呀 你该不会是 也想邀请我去季月节吧 哦 是这样 季月节呢 人多眼杂 正好是季伯峰动手的好时机 你跟别人去呢 不安全 可是我已经答应别人来 取消 答应别人的事怎么能随便取消啊 你要是不取消的话 我就杀了他 你 可是 我们两个已经结拜了 那个季月节是情人一起去的 我们两个一起去 那算怎么回事 我们是事出有因 不算违背伦理道义 沈哥 你还真是毫无底线啊 哦对了 他说要在哪里等你来着 就是那个 我抢下来了 宜兰码头东 嗯 那这样 有时三刻 我在宜兰码头西等 我还有事要忙 把衣服试一下 喂你 这个小栓子 又发什么神经病 没想到啊 你也要去季月节 我是为了要调出姬伯峰 昌身总是接近小葫芦 我怀疑这个人 别有用心 哎呀 小葫芦这么可爱 吸引一些青年才俊 是合情合理的 你有什么好吃醋的 正所谓长胸如腹 我作为兄长 不能眼睁睁看着他 羊入虎口 对了 你找人查一下张身 我怀疑他有问题 我看最有问题的人 是你吧 我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想保护小葫芦吧 月月 等我上了战场 立了军功 我就会来娶你 好 我等你 这衣服还留着呢 明明就是想跟我一起去 顾奶奶 你走路怎么不带声音啊 吓我一跳 说 是不是后悔了 想跟我一起去了 没有 我后院柴后没了 我正找东西烧锅炉呢 死鸭子嘴硬 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跟你说一个正事 帮我查一个人 查到了有赏 有赏 你那儿都有什么好东西啊 嗯 这是什么 显身兽 显身兽 你 你给我找了一只显身兽 这里不过要是知道了 他杀了我吧 不想了不想了 给他喝完汤之后 就得赶紧回灵渊了 乖乖 大不了把你带回灵渊 当做纪念品呗 哼 再回 把你带回来 去 去 我 从 没 没 我 是 你 什么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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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是 是 张公子 风姑娘 张公子 请 张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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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公子 张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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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子